真好看 给我搭 那当然了 我姓黄 我就特别喜欢黄颜色 所以我就要送你这儿 黄色的衣服 一穿上它 你就能相信我了 怎么样 样式还满意吗 真好看 那赶紧穿上吧 让我看看你有多漂亮 现在呀 现在换 多感为情啊 你当然得换了 要尺寸不对 我好拿去换呢 你放心我肯定不看 我把眼睛闭上 你让我睁在睁好吗 我才不相信你呢 那万一 你突然又睁开了 那我转过去行吗 你让我转过来 我再转过来 要不然我就忙活的 行吗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许骗我 不骗你 快 不许转过来啊 不转过不转过 我转过来转过来 你拿着 不许偷看啊 我肯定不看 你绝对不许偷看 不看 我在看太阳渐渐落山 反侠着 米帆 你 你在这儿干嘛呢 呸 我来钓鱼 这搭的钓不着 碎的也讲究 回去干山干山祸事 啊 那个 今天不放电影啊 啊 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再逛不站了 那你在哪儿 还能去那儿 刹车捡了呗 对不起啊 没错咧 那这样啊 讨厌都是你 都是你 非要让我化啊 哪儿冒出这么一个人来 没见过他干嘛呢 嗯 他原来是我们那儿放电影的 也在广播史 你别看他这人吐鲁巴唧的 但是 人挺有意思的 而且 他会编灯照 还会看手相呢 哎 那你怎么不让他给我看看啊 干嘛 看我能不能升官啊 官迷 琪琪 你要明白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就是我奋斗的动力 知道吗 可是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又不是一个官 那 那我自己也得努力啊 男人就得有事业 有了事业才能有出息 你看 当初你妈 还不是因为我是游地员 瞧不起我 现在怎么样 那还不是因为我已经是黄秘书了 你以为我妈现在就喜欢呀 才不是呢 还不是因为我妈觉得欠了你们家的人情 那你就是那个黄世仁 我妈就是杨白劳 我就是喜儿 我得替他顶占 那我就是黄世仁了 我就喜欢喜儿 我就得把你抢了 哎呀 你别总对我搂搂抱抱的 你待会儿让你钓鱼看得多不好 怎么了 哎 咱俩是正了八经谈恋爱 别人能说什么 哎呦 我就羡慕人国外 你说说 大街上甭管多少人 俩人该干嘛干嘛啊 一会儿这儿亲一下吧 一会儿那儿亲一下吧 根本就没有人干涉 哎 明天我带你吃冰淇淋去吧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外国做的冰淇淋 特别好吃 是 有彩色电视看吗 当然有了 还有特别精彩的节目呢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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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说一下到最后怎么样了 他把癞蛤蟆的所有特点都说完了 然后他说 同学们 今天你们送我一个癞蛤蟆 明天我送你们一车财富 知识就是财富 他可真能联想 哎 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 哎 我只觉得我的喉咙发紧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哎呦 我觉得他太棒了 那么的侃侃而谈 泰然自若的 我简直形容不出来了 我觉得我的血都热了 后来他说 嗯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齐家你觉得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 你真是 爱上他了 爱上他了 怎么可能呢 这么快不够 爱哪有快慢的 这就是爱 真的 那怎么办 嗯 嗯 你捕他 怎么捕他 嗯 你要主动接近他 让他喜欢你 我怎么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我要想你那么女人就好 什么呀 要不然 我救救你 嗯 让我看看快 其实你长得特好看 真的 眼睛大大的多好看呀 哈哈哈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懂吗 嗯 所以 你下次看他的时候 不能直直的 这样傻呵呵的看着他 这样挺二百五的 哈哈哈 你呀 你看他的时候 一定要下巴低下一点 眼睛对 从下面往上看 哎 对了就这样 哈哈 我看人多累啊 哎呀 就这样才对呢 你不懂 反正 这样看 感觉你 特羞涩 反正很好看 你一定要把自己好看的一面 展现给他看 还有 你背不能老这样拖着 挺起来挺直了 哈哈 对吧就这样 哎呀 多傻呀 多傻啊 挺好的 就这样 什么呀 哈哈 哈哈 太太不好意思了 等一上班吧 哈哈哈 怎么办 你真傻 你 抖 当大地已经沉睡 当婴儿进入梦乡 在古老的关中情园上 还亮着一片璀璨的灯 谁啊 进来 门没锁 那就是我们西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 这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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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我自己来 你坐 好 从你走了以后 我也没买什么茶叶 你别忙了 我一会就走 你坐 找我有事 我结婚了 你今天来就是告诉我这件事的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 我是 我是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 更害了这个家 这事儿 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 这事儿 我一直在纳闷 我想来想去我怎么都想不通 希望你能把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你说 明明是你在外边里面 为什么你还要贼喊捉贼 给常理写那样的心 而且晚上摇篮老师还要牵扯到你 我也不知道 都睡了 就你这儿灯亮着呢 我就赶紧跑进来了 李锐回来了 两口子谈话呢 我说李锐 老陈多好的人啊 你离哪门子昏了你 你有事儿说事儿 没事儿走来 没事儿谁大佬晚上跑你这儿串门啊 你说我那宝贝儿子下午穿少了 又吹了风 得 晚上就发高烧 我这儿又不是医院 你孩子病了到医院去找乔大夫去 刚才乔大夫给看过了 打了针吃了药 说没什么大事儿 我这不刚从医务室跑回来吗 那乔大夫已经说没事儿了 你跑我这儿干什么 说了你也没经验 你说说 我刚摸孩子身上还烫着呢 他打得针怎么不见效呢 你有经验你帮我说说 刚打过针的药 他也过一会儿才能起效 回去给孩子查一查就好了 这是物理疗法 去吧 谢谢啊 谢谢 你们俩聊 你们俩聊 我 我走了 什么什么 你门都不敲就进来了 对 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 说到你写信 前几天晚上 大明突然问我 说我妈在外边既然已经有人了 他为什么还要给厂里边写信 告你和摇篮老师 他这不是明明在坑你吗 你说 我怎么样子给他回答 老陈呀 哎 酒这东西是发热的 孩子正发伤呢 再把酒用上 那不就 谁让你给孩子喝了 让你给他拿身上擦一擦 这是物理疗法 老办法 顶用 擦一擦 好好好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俩聊 你们俩聊 我走了 我走了 这什么人呢 还有这 刚才说到哪儿了 你就在外边说吧 别进来了 还有哪儿不明白 老陈呀 这到底是往头上摸呢 还是往胳膊大腿上摸呀 你爱往哪儿摸 往哪儿摸 你随便 你随便 这猪脑子 就这还当妈的 还生孩子 你用什么资格当妈的 我 那我先走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求你 别问了 我没办法回答你 我都没法回答我自己 那你等一下 那你等一下 这是你上次忘带的 拿去吧 我 我不用了 你留着用吧 拿去吧 这是你的 行吧 我今天来找你 是为了大明的事 大明怎么了 出事了 没有 我在温前冰杆门口 看见大明在当门童 你知道吗 知道 这事他还跟我说过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我害的 本来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我是想弥补弥补我的过错 老秦能在市里 给他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那是好事啊 那是要大明他自己愿意去 我不反对 我去找过他 他不肯见我 我有什么办法 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 你看啊 过去咱们两地分居 我在市里面学习工作 这十几年来 孩子都是你一手拉扯大的 他对你比对我感情深 你说话他也许听 现在想起来了 那行吧 我试试 那我走了 我走了 小王 你好 这个陈大明在什么地方 他在我们这什么地方 您是 我是他父亲 人在哪儿呢 他在里边呢 好 谢谢 慢点 谢谢 没事 没事 黑米 我在这顾客洗个头 好嘞 来 先这边去 快 您请坐 好 您坐好啊 来了 爸 你长那么大了 我还没带你 没带你在这吃过呢 这次还让你请我 一个泡膜 爸 只要你以后愿意 我天天请你吃 前两天你妈回来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陈天安同志和李岳同志 有迫近重圆的希望吗 不是 他跟我说 他已经结婚了 他已经结婚了回来找你干吗 纯欣恶是你啊 不 也不是 他若是为了你 不放心你 他自己在外边做那些恶心事的时候怎么不放得下心我呢 你放心我 我用得着他不放心你 你也别这么说话 其实你妈一个人在外边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你看我们俩 两地分居这么多年 我也帮不上他什么 顶多就是清理财人给他做顿饭 可是老秦就不一样 人家有本事 能帮上他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 我也想帮你 可我什么也帮不上你 人家答应 给你安排一份好工作 我用得着他跟我安排一份好吗 老秦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他是你秦敌陈天安同志 要没有他咱们这个家治愈成这样的 你现在今天算干吗在哪 给他当睡客来了 有些大人的事情你还不懂 等你成为个家 你慢慢就明白了 你答应我 别恨你吧 他一直身体不好 话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城里好着呢 你别看我现在做洗头工 我那是在跟阿贝学理发的技术 用了多长时间 我就会成为这个城里最好的理发师 你儿子不会一辈子这样的 至今 这都是会不厉害的 造成不需要有什么 争认一愉害的 坑一拼 就这些不食不吃 扶着点啊 碰着怎么办 你敢不伺候 你干的就是这个 怎么样 坐这边 来 随便点啊 这儿的冰淇淋都是国外做的 特好吃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甭管价钱 吃完就痛快了 你当然痛快了 刚把人羞辱一顿 这儿冰淇淋怎么都这么贵啊 定我妈半个月工资了 人是从外国运过来 当然贵了 从月球上运过来 也不应该这么贵 谁吃得吃 你别老贵贵的 又不用你掏钱 我请客 你请客 你一个月才开多少钱工资 还不让你爸报销 马皇上 你别污蔑人啊 我可是诚心诚意掏药包 请你俩吃 一会儿吃完 你看我开不开发票 算了吧 要不然咱们别吃冰淇淋了 就喝橘子水吧 喝橘子水 你以为橘子水就便宜了 自己看 橘子水也这么贵啊 还不如冰淇淋呢 我不吃了 你不吃吧 行了 又不经常吃 我不是 我不就为了你们俩高兴吗 得了 我做主了 服务员 三份冰淇淋 一份香草 一份咖啡 一份草莓 好的 请坐 快点啊 你干吗去 洗手 我说你赶紧给她找个男朋友 这都心里变态了 整个以老姑娘脾气 你别瞎说 人才二十岁 什么老姑娘啊 我是说老姑娘脾气 你看这阴阳怪气的 看你有男朋友 她没有 就处处跟我过不去 是吗 我没看出来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我跟你说 这女人怎么样得男人看 男人怎么样得女人看 这好不好得别人说 你光自己说自己好 那这不自吹自擂吗 看 你怎么出来了 再不回去 有冰淇淋话了 请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我不跟你们说 也自然会有人跟你们说的 不是吗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们开门啊 为你们服务那是我的工作 我只是不愿意看着你们跟她在一起 她算是个什么东西 一坨屎 狗屎啊 你说 她是不是对陈大明有点意思啊 我不知道 她好像是喜欢那个高原 喜欢高原 喜欢高原 嗯 那高原能喜欢她吗 就算不男不女傻不冷灯样来舞 别说华莎 我实事求是什么 你再说我走了啊 行行行 我不说 你的朋友我不冒犯好吗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 这男人啊 其实都喜欢像你这样的 又漂亮又温柔又细腻 总之特别女人 讨厌 过来 听没听说我男朋友现在闹得很火 去去去去去 你给我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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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一跳 那我说你们女孩就是井底之汪 说你孤狼狂闻一点都不过分 那你能告诉你去哪儿吗 去广州 广州 那么远 过了黄河还得过长江呢 什么叫好男儿志在死方啊 都不懂了 那你什么时候走 俺爹妈不是什么局的局长 路费这个东西呢 只能把自己出来争 话说回来了 其实我这份工作挺好的 我在这儿可以练习我的英语口语 可以看得见现在的以前人 怎么生活 我可以知道他们都在想些什么 没准还能被我知道 他们的钱是怎么挣的 我在这儿干活 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 不管不需要交学费 还有人管我吃管我住 所以这份工作呀 其实真的特别好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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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能有把自己教育 自己教育 自己教育 还能有什么pin 这是我记得 在那古老的观众行员上 还有那一片璀璨的灯光 那就是我们的棉方厂 好好好 行行行行 后边的配合的都不错 主要是你们两个 这个语言啊 想办法再生动一些 用你们这个语言感染力 一定要感染个观众 你们说的就像观众在剧场里坐着 就感觉到看着了咱们的棉房 怎么样 天生的一顿 这才是金铜玉女 金铜玉女又能怎么样 那得有原效 精神饱满 你们都要通过你们的语言 感染在台底下的观众 让他们感觉到通过听你们的声音 手再高一点 看到的上了一般的职工 你别看我们家华莎跟七桥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那跟人家七桥也差远了 差什么 我看咱华莎挺好的 多诚实 刚诚实了什么用 那得会来事 现在的男人 都喜欢会来事 精神神 七桥跟那个局长 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看他们俩 没下班啊 两人就黏糊在一块 乔贝 乔贝 乔不乐意 不乐意又能怎着 后边的配合都不走 乔小赵这闺女 可不是省油的灯 一定要进去 乔不留 乔小赵这一辈子 那可有曹北文的心 你知道这闺女 她主意有多大呀 老师您是来开会的吧 是的 我有个同学去年也抱了你们西北师大 是哪个系啊 我不知道 她没考上 去年我们学校录据竟然是有点高 三百八 往年三百六都录取了 她考了四百多分呢 四百按说没问题呀 她还是类似子女 按照来说应该还有推出照顾吧 那你们怎么不去查一查呢 郭处长 您住六楼当人间 先到房间休息一下 吃饭呢 在一楼我会叫您的 好的 陈大明决心要查个水楼试出 第二天 他请了假 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西北师大 以齐乔哥哥的身份找到交务处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悬号三十七 齐乔女 西北棉房厂 家属区大院 平房区第五排二十三号 没错吧 没错 陆续通知书 我们是八月五号发的 是从邮局寄走的 可是我妹妹到现在都没收到 可能只有自己丢了吧 那你们当时怎么不来查呀 现在快一个学期了 眼看就放寒假了 说啥也晚了 那我还是去找校长吧 别别别 找校长 你找教育局也没用 这又不是校方的责任 再说你妹妹报的是第二志愿 能录取已经不错了 她不来报到 说明她放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想怪学校 我只是在替我妹妹着急 着急也没用 她成绩不错 明年再考吧 到时候可别再报第二志愿 学校规定 第二志愿我们是不录取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凭什么我们该收处理贴 不要 一个都不要 八月六号上了火车 绝对没错 这是八号信的标签成本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别人的信都上了这段火车 就是单单我妹妹这份落下来 不可能 你以为我们是装土豆呢 好家伙 你瞧瞧 全是锦旗 看到没有 十年无事故 懂吗 什么都不能录 还能录了你妹妹一封通知书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在咱们这儿 绝对不可能有万一 咱们这儿只有一万 没有万一 小伙子 赶紧找起路部门去吧 完了人家该下班了 谢谢啊 谢谢 你说这个情况啊 也不能说没有 你看第一 鬼子来了 打仗了 特务买地雷了 火车出轨了 台风 地震 洪水啊 等等等等 这叫什么 这叫不克康力因素 第二呢 中转 在这个中转过程中 把一辆车上的东西搬到另外一辆车上 这可能就是 因为在中转过程中 有人上车偷欠 包括这个什么 先手自盗等等 可我们这辆火车是直打 不用中转 这个要丢 要是整线丢失 也就是说 它要丢失 整线后就没了 不可能单单把你妹妹的通知书丢 托你妹妹的通知书干什么 是不是 你去西北市大查过了 已经确定了 齐桥那边肯定是被录取了 许好37 那问题出哪了 寄出的邮局和运输的铁路我都查过了 没问题 现在只剩一个一点 就是咱们这边接收 你说是咱们邮局把齐桥同知书弄丢的 怎么可能呢 马花莎也马花莎 你是真不开窍吗 你说是黄晓帽 你呢 明天带着齐桥去找一趟黄晓帽 黄晓帽现在是邮局办公室的秘书 要查这些记录很方便 那边寄出来的信是8月5号走的 8月7号 最多8月7号肯定到了 称死给他算在10号 让黄晓帽去查一下 从5号到10号的原始单据 一查的什么都明白了 等明天你到的邮局 你只需要看黄晓帽什么反应 如果黄晓帽 一听到这个消息 拍桌子瞪眼特别愤怒 然后马上就帮你们去查 那就说明黄晓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黄晓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推三阻四 说查起来很费劲 要等好几天才有结果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他心里有鬼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抓特务似的 那如果真是黄晓帽干的 咱们怎么办 揍他一顿 还是让邮局把他给开除了 还是让公安局给他逮了 那奇巧怎么办 对奇巧打击不会小 这样 明天你去邮局 自己去 先别告诉奇巧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好嘞好嘞再见 呦 你怎么来了啊 你吃了吗 没吃我这有饭片 别假惺惺的 真的没事我赶紧给你打去 我吃过了不吃 你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也不能找你了 我知道了 我耽误了黄秘书的宝贵时间 哪儿的话啊 接待你也是重要的工作 你多重要啊 走走里边说去 走 走 他妈找你办事 办什么事啊 他妈自个儿去西北师大了 西北师大 西北师大怎么了 西桥的第二志愿 可就报的西北师大 哦 是吗 西北师大的人说了啊 今年的录取通知上 可有奇桥的名字 马华莎同志还是很有眼光的啊 我看高原同志就很不错了 不找则已 一找就是北大高材商 可以啊 怎么呀 我跟高原怎么了 别胡说八道 西北师大的人说 8月5号最后一批通知书 就已经给了邮局了 他妈就找到邮局 邮局的验人也说了 8月6号最后一批通知书 也上火车了 哦 是吗 那是不是铁路议书出什么问题了 查过了 铁路没有问题 问题啊 就出在你们邮局 我们邮局 我们邮局 你看 你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证据啊 所以我今天来查 我们局 不 我们局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故呢 而且还发生在我女朋友头上 你放心啊 我这事一定会好好查 不过我跟你说 可能会比较费劲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有什么费劲的呀 这都是挂号信 不是普通的信 挂号信是有点的 你把8月初那些挂号信的底就掉出来 一查就行了 对啊 行 这事就怎么办 你放心啊 这样你先回去等信 我那个下午两点钟 要陪领导接待很重要的客人 这不才12点多吗 还有一小时呢 是啊 那我还得准备会台文件呢 而且晚上的晚宴我也得安排 那你忙吧 你让别人查呀 我怎么可能让别人查呀 我别人都很忙 我能为我女朋友的事去麻烦别人吗 你得了吧 8月份的时候七交还不是你女朋友呢 赶紧查去 哎 米饭 米饭 啥意思 没有 那不是姓蜜吗 他们给那起的歪糕 哈哈 这名起的不错 你呀 这贝罗饿不着 嘿 下车了 七交 给我打点饭去 好 正好 你把这饭吃了吧 我这胃不舒服 这里都是油炸的我 那你吃啥呀 哎呀 我就不吃了 掰喝我的粥吧 那你呢 你不喝 没事 那我喝了啊 嗯 我跟你们说个事啊 小米咋今儿起 就不在管部站 也不再发那样了 到车间工作 到我们这儿来啊 你们不天天吵吵吵说 车间里看不到男的吗 我男的来了啊 哈哈哈哈 他到我们这儿还能干什么呀 这进车谷 满前谷 溜溜打打死颠谷 那就是我电脑 他想的美了 你以后到时间工作了 你真不能溜溜打打的 还有 不能给别人看手下 更不能像明信思想 你懂吗 我知道 你上次 用电炉子你就不知道 差点没惹是大事的 那不是我给你担保 找进光局了 是 所以你这次啊 到了车间以后好好干 别见弄出事来 好 这你遇见了 斯 马克长 轻阻止看到表现 哎呦 快坐下吧吃饭了 来了就好好干啊 哎 谢谢王子夫 谢谢浩师父 谢谢乔师父 喝喝喝喝喝 哎哎 你们都给我见弄他啊 是啊 马华莎 你以为我不急吗啊 我比你还急 但是就是因为我 我跟齐乔这种关系 我就不能显得太急 你明白吗 这这这就好比什么 查也得暗暗的查 悄悄的进村 打枪的不要 我跟你说 这要真是我们局的一个事故 那今年的先进单位就平不上了 行吧 你那也别难为了 我呀 还是让乔阿姨直接来 作为家长 她直接找你们局领导 那绝对不行 你让乔阿姨来 那这事情不就更乱了吗 那反正她说了 这事就不能这么过去了 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还查不出来呢 她就带着齐乔 直接找你们局长 我也不做了 我是偷偷溜出来的 一会儿又该扣我公司了 你呢 就好好查啊 那行 放心吧 夜叶 小 油 file 年车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 有枝小白窗 船上有颗桂花树 百度在幽望 江儿江儿看不见 船上也没法 飘呀 飘呀 飘向天边 蓝蓝的天空 银河里 有只小白船 船上有颗桂花树 百度在幽望 江儿江儿看不见 船上也没法 飘呀 飘呀 飘向天边 飘呀 飘呀 飘向天边 飘呀 飘或现代 智震